霹靂小组打投证攻坚 昏暗的地下室Pub 挤满年轻男女 现场鹦雾弥漫 燃烧K他命的塑胶臭味 更是扑鼻而来 警方都已经上门了 还是有人自顾自喝酒抽烟 甚至还有人趁着酒意 跟远景呛瞎 由于现场散落满地毒品 又都没人承认 等于整场约320个人 统统都有嫌疑 还得出动两辆游览车 才在得完 大票的年轻男女 一个个依序排队上游览车 原来台南是警方接获勤姿 由于名33岁的蔡西男子 为了抢圣诞商机 19号晚间包下了 位于中西区的Pub 要办大型毒趴 由于蔡西男子的同伙 可能藏有枪支 警方不敢大意 派出了79名干员 及时控制全场 而现场除了K他命 不明药丸 胶囊 毒品咖啡包 甚至还有齐全的吸毒工具 仅满300多人的彻夜毒趴 因为警方的突然攻坚 让在场年轻男女全傻眼 而涉案人数真的太多 看看这些涉案嫌犯 乖乖排队上游览车 不少民众看到这景象 都觉得新鲜好奇 但因为参加毒趴 还得带游览车回警局 可一点也不好玩 接着大观众张信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